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没错 我的确是说客 刘捕头也正是受了我的嘱托 才一心要护住吴连性命 但您误会了我们的初衷 什么初衷 听刘捕头说 你要将赵尹与吴连带回京城之罪 那你现在是隶属黄城司 还是监察台 既然不愿意说我便斗胆一猜吧 听闻我朝虎头军善是张道 并且习惯用味道刺鼻的松霸油擦拭刀刃 所以 你当年的确参进了 一年前 虎头军平定编赛之乱之后 归入了黄城司和监察台 我猜 你一定会选择留在黄城司 为何 因为留在黄城司 有机会查办吴连 一年前我从海商之口听说 海外的丝绸刺绣市场上 多出了许多我朝皇室的工品 形似烟雨绣 我这才想起帮吴连算笔账 她的绣品虽然价格昂贵 但一年到头绣不出几件 偌大的烟雨绣楼 若是只靠绣娘和学徒们的 那点学费 早就入不敷出了 那这么多年 她到底是用什么来维持 她富足又奢华的生活呢 是以漏搏走私 谋取暴力 但我毕竟是后宅妇人 行动不便 也是耗费了好多气力和时间 才将敏舟师伯司提取 赵银与吴连的这些勾当 还有关系莫查清楚 想必你也是从一些途径 察觉此中蹊跷 才要留在皇城寺 找机会查办吴连吧 你既知晓我的意图 今夜又为何前来 七年了 你仍然紧追 无连不放 甚至耗此行血气力绸缪 到底为何 漏搏走私 武权谋利 于国不忠 于民不义 仅仅如此 可有半分是为当年 那个受尽屈辱的女子要讨回公道 何止办分 那你同我还有刘捕头 还有刘三娘 便是同路 怎么说 我们都觉得无连该死 但他不应该为走私而死 应该被如朗而死 为丁如死 所有被他强害过的女子而死 你可有计划 自然 停船下忙等我三日 三日后若我施约与你 无恋听凭你处置 我为皇城寺执行公务 你这是要我独知 沈相公此乃秘密登船 若你不提及皇城寺 又有何人知道 这群黑衣人的身份 只需等你三日便可 请不吝点赞 订阅